南加州收到匿名威脅 圣埃博谷华人区两间高中被封锁 星期二下午由于警方调查一中匿名的威脅 位于圣埃博谷华人区的两间高中被封锁 Alhambra高中在下午3点左右被封锁 学校要求家长们此时保持所有电话畅通 并在社交媒体上查看最新的消息 这段时间不允许访客进入学校 学校里面的学生也不可以出去 在封锁期间 学区在推特上发布了对AirDrop给一些学生的照片的担忧 学区解释说 这些照片来自于三年前 是在外州拍摄的 警方表示该照片并不值得担心 就在封锁开始一个多小时之后 学区发推文指封锁已经解除 学校将会恢复正常的科学活动 下午4点左右 大约7英里外面 Arcadia警察局也在对Arcadia高中进行调查 但很快确定没有威胁 除了封锁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